士兵们正在救护车上接受试炼 当医护人员发出30年来最大规模罢工时 英国政府正试图以此当作替代方案 上千名护理人员集体持续工作 要求加薪决定采取集体行动 罢工冲击医疗保健系统 不仅医疗行业出现不满情绪 铁路工人 邮递人员以及边境管制人员 也宣称要进行罢工 面对排山倒海的劳工抗争 英国部分的列车班次停止盈运 一旦礼物的运送也出现延误 公共部门之所以同时要求改善待遇 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导致物价飙升 生活条件变差 政府的态度似乎还没有妥协的打算 劳工争取权益 政府采取的态度也很强硬 对一般老百姓来说 出入不方便的日常可能还要 持续一段时间 中央社综合报导